首先来看美男新闻头条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人物是2014年第四届麦当劳升学教育展的优秀嘉宾 他是许多年轻学生的楷模 他也可能是许多华裔父母教育子女的榜样 年仅18岁的李凯若 祖籍是安徽合肥 生于美国休斯顿 不仅于2014年获得全美华步小姐的贵冠 如今也被哈佛大学录取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年轻却十分丰富的经历 李凯若今年18岁 生于休斯顿 毕业于Cypress Falls高中 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 Pre-SAT考试获得满分 PSAT 240分满分获得237分 进入国家优秀奖学金决选名单 SAT获得满分2400分 SAT单科考试13门 数学 化学和生物 他均获得满分 大学预秀课程AP考试微积分BC 物理电磁 物理力学 统计 化学 生物和世界历史 均获得满分5分 并获得国家AP学者奖 李凯若2013年参加全美高中生生物奥林匹克竞赛 从1万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进入前20名 入选美国生物奥林匹克集训队 他也是唯一德州入选的学生 李凯若担任Cypress Falls高中的全国数学荣誉协会主席 以及高中生物奥林匹克俱乐部主席 同时也是学校的科学杯竞赛队队长 李凯若在学校的网球队曾获得MVP和第一种子称号 并是网球队队长兼主力队员 李凯若自进入高中以来 一直参加学校King Club的社区服务 也是中国海外教育基金会青少年俱乐部主席 他在9年级的暑假 参加了暑期荣誉数学夏令营 结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朋友 他在10年级暑假获得Velty奖学金 在UT Austin化学工程系的纳米研究所 进行5周纳米催化研究 其研究报告获得西门子科学个人奖项的全国半决赛奖 他在11年级时 被惠普公司录取为全职代薪实习生 在惠普工作期间 很快被提升所做项目的小组负责人 并在项目中从事商业分析师和软件分析师等多种角色 实习结束之后 项目经理所给出的评语是 Carrie胜过了组理大学和研究生所来的实习生 可以替代一个有5年经验的雇员 并给予立刻雇佣的强力推荐 2013年 他参加第43届休斯顿华布小姐评选 获得2013年休斯顿华布小姐头衔 并代表休斯顿参加2014年的2月份 在旧金山举办的全美华布小姐比赛 并一举拿下全美华布小姐称号和最佳才艺奖 李凯若喜爱中国 曾参加过中国侨办举办的寻根之旅 也在中国给小朋友们教过英语 2014年 麦当劳升学教育展将有幸邀请到他 来和大家分享自己的学成之路 讲座将在Sharpstown International School举行 时间是上午9点15分到下午4点 有兴趣的学生和家长需要及早报名 现场还会有精彩抽奖并提供免费午餐 报名电话是281-983-8160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